就連公投都得改期 中選會拍板原定88 舉行的珍愛藻礁 重啟核四等四大公投案 將延到12月18號投票 不過國民黨認為改期標準 沒有法源要求召開臨時會 並同時推動不在一起投票 難道12月我們就能夠保證沒有疫情嗎 所以真正的重點還是在不在一起投票 由於合格投票人高達一千九百八十萬人 選務人員逼近27萬中選會提出五大理由 延後投票吊詭的是 激進黨立委陳柏惟罷免案仍然維持828 也愛紅是雙標指揮護航 還是有風險的 所以必須把公投延到12月18 那我們搞不懂為什麼還可以舉辦 這個地方的罷免的投票呢 所以中選會不要有雙手標準 台中人是日本國民嗎 他們就不怕群聚嗎 是不是民進黨 他們也有做民調 所以要去誤訪要去救陳柏惟 我們台中第二選區的公民的命 就不是命嗎 投票都有兩套標準 號稱獨立機關的中選會 若只有政治考量 讓疫情成了選戰工具 讓身處染疫風險下的國人 請隔一看 藉頂家貴 姚立強 台北台中採訪報導